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2年主动会计是会计基础班的内容 从现在开始我们讲最后一章 第30章政府会计及民间非盈利组织会计 最恶心的一章 我经常爱说我最不愿意讲的一章 就是政府会计 民间非盈利组织会计 我觉得勉强还能结束 我经常说一句话 就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 恶心到家 但是没办法 这一章我们2018年新增的 加在教材里边 2018年考了计算分析题 除了那一年之外 基本上每年也就是以客观的形式出现 我只能把它定义为非重点章节 一般以客观的形式出现 2018年因为是新增的 所以大家不用害怕 那一年考了十份的计算分析题 忽填抢劫 几乎没有人答对 其余的年份基本上也就是一个单选 一个多选 因为对于我们著途会计师来说 单选多选的分支是一样的 就是二分 所以平均分支大概就是二分左右 这是这一章的考情分析 之所以说这一章难 恶心是因为他的会计科目不同 比如说我们原来叫库存现金 他现在就叫现金 这些会计科目跟原来我们学的企业会计科目不同 就造成了我们觉得他比较难 尤其他会计科目非常长 所以大家学这一章是耐得性的去学 毕竟这一章的分支相对来讲不是很高 但是有些很核心很重点 很容易出题的知识点 我还是希望大家掌握住 有人说老师 我可以不可以把这张战略性的放弃 我经常说一句话 放弃就放弃 还美其名曰战略性的放弃 您觉得这两分您不要 可以 那我觉得一切都不是问题 如果不可以 还是好好看看 这是本章的考情分析 我就说到这 教材变化比较大 比如说删除了国库集中收付的相关表述 财政直接支付 财政授权支付 上了直接数 新增了单位需要向东基财政上缴 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的账目处理 可能会用到应缴财政款 这样的会计科目 还有新增了单位按规定出资成立非盈利法人单位的账目处理 不作为投资 能知道就行了 新增了专用结余的核算内容及账目处理 其实专用结余在原来的其他账目处理当中也会用到 只不过他在这专门在精英结余前面加了这个内容 删除了无常调薄资产业务的部分内容 没什么特殊的 修订了部分立体的增值税税率 现在改成13%了 还有增值税的会计处理 删除了固定资产具体分类的表述 也没有什么可考性 新增了调整资产暂估价值的相关表述 能知道就行了 还有新增了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的后续支出 会计处理原则 修订了具体处理的相关表述 就是一两句话 新增了列入部门预算支出 经营分类科目中资本性支出的后续支出 应当予以资本化的相关表述 这块内容是跟我们教材第17章的内容对应的 新增了PPP项目合同的账务处理 第17章是站在社会资本方来说 而现在是站在政府方来说 那么新增了部门或单位合并财务报本的相关内容 没什么可考性 新增了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 依法设立的代表机构的会计核算的表述 就是一两句话 不要看到新增的内容很多可考性不强 这一章的基本框架结构 第一节政府会计概述 比如说政府会计的标准体系有哪些构成 政府会计的核算模式 还有政府会计要素及其确认计量 因为我们在第一章讲了财务会计的要素及其确认计量 这有很多相似之处 还有政府财务报告和决算报告的内容 第二节政府单位特定业务的会计核算 比如说单位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反而很重要 至于说后边的财政拨款收支业务 非财政拨款收支业务 预算接转接鱼及分配业务 每一类业务 大家尽可能的掌握一下 当然还涉及到净资产的业务 资产业务 负债业务 这是今年新冬的PPP项目合同 第17章是站在社会资本方来说的 而这一章是站在政府方来说的 还有部门单位合并财务报告 这也是新增的内容 这是第二节 第三节是民非 民间非盈利组织会计 盖数 还有特定业务的核算 没有什么特别的考点 里边有些细节 你能注意到就可以了 那下边我们正式看这张内容 第一节政府会计盖数 啥叫政府会计用备吗 不用 它是会计体系的重要分支 它运用会计专门方法 对政府及其组成主体的财务状况 它不叫盈利情况 政府怎么可能盈利呢 叫运营情况 现金流量 预算执行等情况 进行全面核算监督报告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政府会计的标准体系 由政府会计准则 比如说又分为基本准则 具体准则 应用指南 政府会计制度 政府会计准则 制度解释等部分组成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第二个 政府会计核算的模式 我们有政府预算会计 后边你会发现 它采用的是收复实现制 财务会计全责发生制 适度分离 它体现双功能 很多业务既要进行预算会计 又要进行财务会计的核算 也就是一笔业务同时 做两个分路 双基础预算会计 采用的是收复实现制 国务院另有规定的出败 而财务会计采用的全责发生制 双报告 那么预算会计进行的是决算报告 财务会计进行的是财务报告 所以双功能双基础双报告 而且政府预算会计跟财务会计 除了适度分离 还要相互衔接 能知道就可以了 第三个 政府会计要素 积极确认和计量 第一个是政府预算会计要素 分预算收入 预算支出 预算监余 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 因为预算会计采用的是收复实现制 实际收到时 确认预算收入 实际支付时 确认预算支出 而将来预算收入 扣除预算支出后的资金余额 这是本年的以及历年滚存的资金余额 都属于预算监余 这个预算监余包括监余资金 你后边会发现它是自由之身 截转资金是不自由之身 后边还会再说 它采用的是收复实现制 而政府财务会计要素 跟第一章总论 它的要素非常相似 但是它包括资产负债 它没有所有者权益 为啥要 政府的所有者是什么 国家 它叫净资产 收入费用 它没有利润 政府不是盈利为目的的 至于说每一项资产 比如说资产 它也是一种经济资源 只不过这回的改成 由政府会计主体控制的 能够产生服务潜力 或带来经济力流入的经济资源 没什么特别的 政府会计主体的资产 按照流动性 也分为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 小于等于一年耗用可边线的 叫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以外的叫非流动资产 包括哪些内容自己看一下 行吗 那么符合政府资产定义的经济资源 也要满足很可能 也要满足金额能可靠计量 才能确认为资产 将来政府资产的计量属性 有历史成本 重置成本 限值 公允价值 它还多了一个 就是名义 金额 你有没有发现 它没有什么 没有可边线纸 没错 因为政府主管部门 它是不从事生产的 所以它多了一个名义金额 一个钱 那么负债 其实它也强调是现实义务 是过去的经济业务和事项形成的 预期会导致经济资源流出 政府会计主体的现实义务 按照流动性 分为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 小于等于一年的 是流动负债 以外的是非流动负债 包括什么 自己简单的看一下 将来政府会计主体的负债 按照不同的维度可以分为 比如说偿还时间和金额 基本确定的负债 还有由事项形成的预计负债 啥叫偿还时间和金额 基本确定的负债 比如说融资活动形成的借款 和应付利息 这是确定的 经营活动或者叫运营活动 形成应付预收款项 包括运营活动 形成的暂收性负债 这些都叫偿还金额和时间 基本确定的负债 能简单的知道一下 这块内容就可以了 在这说确认条件 符合政府负债定义的时候 还同时满足很可能 金额能可靠计量 我才把它确认为负债 对于政府负债的计量属性 有历史成本 限制 供允价值 发现了吗 它没有重置成本 没有 名义金额 你欠人一百万 你说我按名义金额 一个钱几账 人家肯定得揍你 能明白这意思就可以了 净资产是政府会计主体的资产 扣除负债后的净额 所以它金额取决于资产和负债的计量 是不是跟我们企业会计的所有者权益 是一回事 对 但它不叫所有者权益 而收入 甚至报告期内导致政府会计主体净资产增加的 含有服务潜力或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的流入 收入的确认 企业会计是不是要符合五个条件 对 而现在依然是三个 很可能 或者形成资产的增加 负债的减少 金额能可靠几零 能大概知道就行了 费用是一种经济利益的流出 确认费用也要同时满足 很可能 它会导致政府会计主体资产的减少 负债的增加 金额能可靠几零 这跟第一章总论讲的没有出入吧 一样 那么标题四是政府财务报告 这是财务会计的结果 决算报告是预算会计结果 政府的财务报告一定是政府会计主体 用来反映某一特定日期财务状况 用来反映某一会计期间运行情况 现金流量 它不叫经营成果 政府会计怎么能有经营成果呢 而政府的财务报告应当包括财务报表 和其他应当在财务报告中披露的 相关信息和资料 比如说财务报表包括会计报表和付助 而会计报表它叫资产负债表 它没有利润表 再说一遍 它没有利润表 它不以盈利为目的 它叫收入费用表 现金流量表 政府财务报告分为政府部门财务报告 和政府综合财务报告 能简单的制度一下就行了 而政府决算报告 其实反映的是你预算收支执行结果的一个文件 预算在前 决算在后 它包括决算报表 还有相关的信息和资料 用背吗 这些不用 简单的看一下就行了 第一节的内容 我就说这么多 第二节 政府单位特定业务的会计核算 标题一 我希望大家重点掌握一下 单位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 这个单位是个统筹 包括政府会计主体的所有单位 先说预算会计部分 预算会计和横等式是预算收入减预算支出等于预算结余 这是第一个 第二 单位预算会计采用的是收付实限制 国务要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第三 预算会计算会计要设置一个科目叫资金结存 后边你会发现它有三个明细货币资金 财政应返还额度 零约账户用款额度 你就把它理解为是预算会计里边的钱 将来你财务会计银行存款增加 这边资金结存也对应的相应的增加 能明白这意思就行了 年末预算收支结转之后 资金结存的借房余额跟预算结转 结余科目的贷房余额相等 那不就是你攒下来的 你把它理解为是钱吗 这是预算会计 而财务会计部分 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费用 五个要素 反映财务状况的等式是资产减负债等于净资产 不要叫所有者权益 反映运行情况的收入减费用等于本期盈余 本期盈余经过分配后最终转到哪去净资产 也就是反映在累积盈余里边 财务会计实行的是全则发生制 核算的基本要求单位对于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的现金收支业务 跟钱有关的既要进行财务会计核算 又要进行预算会计核算 双功能不就是这么来的吗 而对于跟钱没关系的 我仅需要进行财务会计核算 年末结账以前单位应当对赞收赞付的款项 进行全面清理 并对于纳入本年度部门预算管理的赞收赞付款项 进行预算会计的同时 还要确认相关的预算收支 确保预算会计的信息 能够完整的反映本年度部门预算收支的执行情况 第四个 未纳入年初批复预算 但纳入决算报表编制范围的非财政收支 也应该进行预算会计核算 决算需要这个数 预算肯定就要进行相应的核算 对于单位受托代理的现金 那是您的吗 不是 以及不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的赞收赞付 仅需要进行财务会计核算 不需要进行预算会计核算 这块内容是原则性理念性东西 大家要知道 在这说一句话 单位财务会计核算 关于应角增值税的会计处理 跟企业会计基本相同 就是应角增值税单独核算 我用不含税的价格核算收入 但是在预算会计中 预算收入 预算支出含了肖像和进项 实际缴纳的增值税 记住预算支出 比如说你将来发现事业预算收入 里边就含着增值税 能知道就可以了 看完这块内容 我们看2019年的一个多选题 下来各项 关于政府单位特定业务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中 正确的有 政府单位财务会计实行权责发生制 没问题 除另有规定 单位预算会计采用收入实现制 也没问题 对于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的现金收支业务 同时进行财务会计和预算会计核算 没问题 对于单位应上缴财政的现金所涉及的收支 进行预算会计处理 错了 他只进行财务会计处理 因为我收上来马上要给财政 对于我来说是过路财势 不算我的收入 所以我只进行财务会计核算 这道题正确答案是A B C 标题二是财政拨款收支业务 他把这块理念给删除了 就是实行国库集中支付的单位 财政资金的支付方式包括财政直接支付 啥意思 您在外边随便花钱 回家跟您父母说 我在哪哪哪花了钱 你去给我支付 你父母就把钱打给别人 这就叫财政直接支付 第二个财政授权支付 您父母提前就跟这个商店说了 十万块钱以下的东西你随便给他 我给他的额度就是十万 超过十万的额度 这个东西就不能再来花钱了 您得到的是额度 第二 单位核算国库集中支付业务 既要进行预算会计核算 也要进行财务会计核算 你会发现有差异 预算会计是收付实现制 财务会计是全责发生制 将来设置的科目 财务会计跟预算会计是对应的 财务会计叫财政拨款收入 预算会计叫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财务会计叫零约账户用款额度 预算会计叫资金阶存 明细科目叫零约账户用款额度 财政应返还额度资产类 那么预算会计明细科目 财政应返还额度 一级科目叫资金阶存 这个资金阶存一共有三个明细科目 我们常用的在这已经见到脸 还有一个横杠货币资金 我们先看财政直接支付 您去消费了 您吃完一顿饭 您回去就跟您父母说 把这个钱去给人家饭店 那么对于我们单位来说 也是一样的 我先用了人家四来水 我就跟财政说 我签四来水一万块钱 你想着给啊 财政经过审批的环节 把这钱真的给四来水公司了 那他给没给我不知道 只有我收到财政直接支付 录上通知书的时候 我才知道财政已经把这钱 拨给四来水公司了 对于我们财务会计来说 比如说我可能计入单位管理费用和业务活动费用 这是我花的什么 支付的自来水水费 当然我可能是买东西借库存物品固定资产 或者发工资应付职工薪酬 这是财务会计 同时我预算会计 我可能借行政支出 行政单位借行政支出向工研法 事业单位向学校借事业支出 既进行财务会计核算 又进行预算会计核算 财政替您把钱支付了 是不是相当于财政把钱拨给您 您假设替他支付了 您假设在支付了 财务会计增加财政拨款收入 预算会计增加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这俩借房贷房是一一对应等 到年末 根据你本年度财政直接支付的预算指标数 与当年财政直接支付的实际支出数的差额 比如说 我预算是十万 我直接花了九万 是不是相当于财政还下我一万的额度 我财务会计就增加一个资产类科目 财政应返还额度 预算会计 它只不过叫资金皆存财政应返还额度 财务会计是财政拨款收入 预算会计叫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这个就是祖国母亲欠我一万块钱的额度 将来在这额度范围内我可以买东西 到下一年恢复财政直接支付额度时 我用作账务处理 不用 就是我实际用财政直接支付方式 实际支付的时候 我会花钱的时候 我直接把财政应返还额度给它销了 这边我会把资金皆存 财政应返还额度销了 借方你买东西了 发工资了 形成费用了 预算会计 用行政支出事业支出来表示 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你恢复额度时 不用做额外的账务处理 只有你把这个恢复的额度的 用了的时候 直接消掉财政应返还额度 这边直接消掉资金皆存 财政应返还额度 所以财政直接支付的方式 恢复额度时无需账务处理 只要在实际发生时 再做账务处理 这是一个重点 大家要知道 那么对于财政授权支付 啥意思 所谓的财政授权支付 财政就会跟银行说 我批了他十万的额度 在十万以内他花钱 他说应该把这钱给谁 你银行就把这钱给谁 超过十万的额度 银行不再给你支付 是这个意思 其实就相当于什么 比如说你总是去一个商店买零食 那我就给这商店一万个钱 那我就说 只要是我们家孩子来这拿零食 你就给他 给够一万个钱 那么你就不能再给他零食了 是这意思 站在我单位的角度来讲 我得到的是什么额度 钱没到我兜里边 那财政直接支付 钱到我的兜里边也没有 所以单位收到代理银行盖章的授权支付 到账通知书的时候 这是额度 我财务会计增加的是零约账户用款额度 资产类科目 预算会计增加的是资金阶存零约账户用款额度 贷方财政拨款收入 这是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这是第一个 我用的是额度 得到的是额度 按规定支用额度 我就花钱了 银行看在额度范围内 他就会把钱打给我的供用商 贷零约账户用款额度 这边贷资金皆存零约账户用款额度 借方你买东西了 发工资了 还有形成费用了 这边预算会计借行政支出 事业支出 年末依据代理银行提供的对账单 我给银行的额度是十万 你只花了九万 没花完 这个额度我在当年要先消掉 我下一年再恢复 贷零约账户用款额度 资产类科目减少基贷方 这边贷资金皆存零约账户用款额度 借方 这是祖国母亲欠我的额度 借财政应返还额度 这边借资金皆存财政应返还额度 你没发现我每次都先说财务会计 对应的说预算会计 因为财务会计是你熟悉的 到了下一年恢复额度时 就要把这俩分路给他返向 慢点 财政直接支付用返向不用 财政直接支付你用的是直接带财政应返还额度 而现在要把这俩返向 就是你恢复了 欠我的额度终究是要给我的 借零约账户用款额度 这边借资金皆存零约账户用款额度 代方我收到额度了财政应返还额度 债权就减少了 这边资金皆存财政应返还额度 所以财政授权支付恢复额度时 是要进行账务处理的 别错了 那么第五个单位本年度财政授权支付的 预算指标数大于零约账户用款额度的下达数 我的预算办完这件事要花12万 国家只披露我8万的额度 你敢说这件事让我中途夭折 不敢 必须给我12万的额度 今年给我8万 说明你祖国母亲欠我4万的额度 我财务会计就反映成财政应返还额度 我反映为债权 反映为资产 预算会计资金皆存财政应返还额度 贷方财政拨款收入 预算会计是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到下一年 你把曾经欠我这4万额度给我了 我就借零约账户用款额度4万 祖国母亲还欠我额度吗 不欠了 我把债权财政应返还额度销掉 零额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对应的是资金皆存 零约账户用款额度 但财政应返还额度 预算会计是资金皆存 财政应返还额度 所以我说资金皆存相当于你把它理解为钱 好像我没冤枉的 就是这个道理 看完这块内容 我们看例三十港一 2019年10月9日 某事业单位 我要用预算会计是应该用事业支出 而不应该用行政支出 根据经过批准过的部门预算和用款计划 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支付第三季度水电费105000 10月9日是申请日 能做账不能 10月18日 财政部门经审核以后 以财政直接支付的方式 向自来水公司支付了水电费105000 我事业单位知道吗 不知道 我10月23日 该事业单位收到了财政直接支付的入账通知书 那我10月23日做账 借单位管理费105000财务会计 那么预算会计 我刚才说了 事业单位用事业支出 但财务会计财政拨款收入 预算会计是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没了 再看例30-2 20某8年12月31日 某行政单位 比如说工研法 它用的是行政支出这科目 财政直接支付指标数 与当年财政直接支付 实际支出数的差额是10万 这差额10万 是不是祖国母亲欠过的额度 对 借财政应返还额度资产增加 这边借资金皆存财政应返还额度 财政拨款收入10万 这边财政拨款预算收入10万 你就把它理解为祖国母亲欠我钱 往下说 20某9年财政部门恢复了该单位的财政直接支付额度 祖国母亲批准了这10万 用作分裸 不用 啥时你实际发声事 直接把财政应返还额度给它消掉 20某9年1月15日 该单位以财政直接支付方式购买一批办公用品的物资 属于上年预算指标数 支付了5万 我有10万 你这次只用了5万 那我就消掉财政应返还额度5万 这边预算会计资金皆存 财政应返还额度5万 借方 我买的是库存物品 你这边是行政单位 要借行政支出就可以了 剩下的5万 啥是用啥是网上销 财政直接支付 恢复额度 再说一遍 不做任何账务处理 不做任何账务处理 那么再看例30-3 20某9年3月某科研所 事业单位吧 根据经过批准的部门预算和用款计划 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财政授权支付 用款额度18万 做账吗 不做账 你申请18万 我一定批吗 不一定 4月6日 财政部门经审核后 以财政授权支付的方式 下达了17万的用款额度 我科研所知道吗 不知道 我4月8日 该科研所收到代理银行转来的授权支付 到账通知书 我4月8日才会做账 财务会计 我得到的是额度 借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这边借资金阶存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这边带财政拨款收入 这边带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没了 第30-4 20-8年12月31日 某事业单位 经以代理银行提供的对账单核对物 将15万的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主销 销掉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对应科目是不是财政应返还额度 这是祖国母亲欠我的钱 所以带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预算会计是带资金阶存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这边我形成债权 财政应返还额度 而这边预算会计是资金皆存 财政应返还额度 另外 本年度财政直接支付的预算指标数 大于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下达数 未下达的用款额度20万 在本年是不是要补记上 这是祖国母亲欠我的钱 借财政应返还额度20 这边借资金皆存 财政应返还额度20 带财政拨款收入 这边带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往下看 2059年度 该单位收到代理银行提供的额度 恢复道账通知书 就要把这两笔分路给他写成返向 再说一遍 就要把这两笔分路给他写成返向 主销的时候是什么样 恢复的时候就是返向 借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这边借资金皆存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带财政应返还额度 这边带资金皆存财政应返还额度 我们如果是财政授权支付 恢复额度时做账户处理 而财政直接支付 恢复额度时不做账户处理 别错了 另外他还说了半句 财政部门批准的上年度 未下达的领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我当时反映为财政应返还额度 那现在就是销掉财政应返还额度 增加什么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看一下 借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这边借资金皆存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带方把财政应返还额度消掉 这边带资金皆存财政应返还额度 二十万 没了 那么标题三 非财政多款的业务收支 那么我们可能财务会计 要用到事业收入 预算会计要用到事业预算收入 这个事业收入一定是事业单位 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实现的收入 绝不包括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各类财政拨款 将来事业收入是财务会计要用的 用权责发生制 而我们事业预算收入是预算会计用的是收复实现制 你会发现这俩可能确认的归属期不同 具体来说有五种能简单的知道一下 比如说对于采用财政专户返还方式管理的事业预算收入 实现的时候 我认为我是过路财神 我收到借银行财款 没收到借应收账款 贷方增加一个负债 叫应缴财政款 上缴的时候借应缴财政款 贷银行财款 这是我收到 我给你了 等着你给我往下拨 等你收到从财政专户返还的事业收入时 财务会计借银行存款 钱多了 预算会计借资金结存货币资金 财务会计用事业收入 预算会计用事业预算收入 我们看例30-5 某事业单位 那么部分事业收入 用财政专户返还的方式 收到的钱全都上缴 最后再给你往下拨 2059年9月5日 该单位收到应上缴财政专户的事业收入500万 借银行存款500万 带应缴财政款 这种过路财政 不用进行预算会计核算 上缴时负债减少 借应缴财政款 带银行存款500万 这是9月15日 10月15日 该单位收到从财政专户返还的事业收入500万 借银行存款500万 预算会计是借资金阶存 第三个明细科目货币资金500 带方事业收入 这边带事业预算收入 那么第二种对采用预收款方式确认的事业预算收入 实际收到款项时 财务会计借银行存款 预算会计跟钱有关的要写资金阶存货币资金 财务会计采用的是全则发生制叫预收账款 预算会计浑不利 用的是收付实限制 直接确认事业预算收入 其实预算会计的核算就完了 当你将来按照合同进度确认收入时 只是把预收账款按比例转到事业收入 你的预算会计不已经核算完了 确认收入了 还用额外进行预算会计核算吗 不用了 第三个对采用应收款方式确认的事业收入 我可能根据合同的完成进度 确认收入借应收账款 带事业收入跟钱有关系吗 现在没收钱也没付钱 只进行财务会计核算 当我真收到钱了 财务会计借银行存款 预算会计借资金阶存货币资金 预算会计带事业预算收入 而财务会计 你这不是确认了事业收入吗 这只能充钱应收账款 没了 对于其他方式下确认的事业收入 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 财务会计借银行存款 库存现金 只要跟钱有关 预算会计就会借资金阶存货币资金 代方财务会计事业收入 预算会计是事业预算收入 这是第四主 第五主 事业活动中涉及增值税的事业收入 按收到的金额扣除增值税 销向税额之后的金额入账 事业收入不含增值税 而事业预算收入 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含增值税的金额入账 我们看第30-6 20-9年3月某科研事业单位为增值税一般纳存 那么对开展技术咨询付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表上著名的 劳务收入20万增值税税额一万二 款项已存入银行 跟钱打交道 既进行财务会计核算 借银行存款是含税价212000 预算会计是借资金阶存货币资金212000 但是财务会计收入是不含税的 但事业收入20万 但应交增值税应交税金 有人说老师你写错了 没有政府会计就这么核算 它也叫肖像水额一万二 而我们事业预算收入 直接用含增值税的212000来核算就可以了 实际缴纳增值税的时候 财务会计把应交增值税给的充减一万二 明细用的是以交税机 而预算会计用的是事业支出 财务会计带银行存款一万二 而预算会计用的是资金阶存 货币资金一万二 到现在为止资金阶存 我们学过几个明细了 零约账户用款额度 财政应返还额度 货币资金三个就都说起了 所以我说它是钱 没冤枉它 2020年有个单选题 下来各项关于科研事业单位 它可能用到事业支出 事业收入 事业预算收入 有关业务或事项会计处理的表书中 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第三 财政授权支付方式下 夏年度终了 根据代理银行提供的对涨单 核对无后注销的零约账户用款的额度 并于夏年初恢复 没问题 恢复了是要做注销的反向分路 第四 涉及现金收支的业务 采用预算会计核算 不涉及现金收支的业务 采用财务会计核算 纳注部门预算管理的现金收支业务 既要进行预算快据核算 又要进行财务快据核算 那这道题问你正确的只能是选项C 第六个 事业单位对因开展专业业务活动 及辅助合同 取得的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 其实它包括两类 一类是从同级财政以外的同级政府部门取得的横向转拨财政款 另一类是从上级或下级政府取得的各类财政拨款 应该通过事业收入 这是财务会计 事业预算收入是预算会计的非同级财政拨款的明细科目里面核算 而其他的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通过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科目核算 这么多会计科目你能一个个背起来吗 我觉得不能 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第二个是捐赠收入和捐赠预算收入还有支出 当前说捐赠收入 是指单位接受其他单位和个人捐赠取得的收入 记住捐赠收入是财务会计里面用的 既包括现金捐赠也包括非现金捐赠收入 而捐赠预算收入只包括现金资产 不包括非现金资产 预算会计是不是找跟钱有关的都由他来核算 那先看第一个 单位接受捐赠的货币资金 借银行增垮或苦存现金 即预算会计借资金皆存货币资金 代方一个是捐赠收入 一个是其他预算收入里边的捐赠预算收入 捐赠预算收入实际上是明细科目在这里边 如果单位接受捐赠的存货固定资产等非现金资产 如果清一色的是物 那可能只涉及财务会计核算 但如果你还额外支付了相关税费 可能还涉及到预算会计核算 比如说借库存物品固定资产 这些跟预算会计没关系 但本来是捐赠收入 如果你以银行存款支付了相关的税费和运达费 比如说两万 那这边就代资金阶存货币资金两万 把这两万记住其他支付 就整个意思 如果是接受的没钱 那可能不用进行预算会计核算 我们直接看例三十港七 2019年3月12日 某事业单位接受假公司捐赠的一批实验器材 假公司所提供的凭据表明价值十万 该事业单位以银行存款支付了运输费一千 要没这一千就没有预算会计核算 假设不考虑相关税费 财款部门根据有关凭证做了如下处理 借库存物品是十万加一千 贷房捐赠收入是十万 银行存款是一千 只要跟钱有关预算会计 贷资金阶存货币资金 借房是其他支出 要没有那一千 根本不用做预算会计的核算 在这提示一下 单位取得捐赠的货币资金 如果是按规定应该上缴财政的 那是过路财神 我不确认收入 收到时 我记住应缴财政团 负债累科目 上缴的时候 我正常的把负债充减掉就可以了 而单位接受捐赠人委托转赠的资产 您把东西给我了 不算我的 让我转给别人 那属于受托代理业务 预算会计也不做账务处理 对于过路财神 预算会计不做账务处理 那么除了捐赠收入 还有捐赠支出和相关费用的处理 单位对外捐赠现金的 带银行存款或库存现金 预算会计带资金阶存货币资金 预算会计借其他支出 财务会计借其他费用就可以了 如果单位对外捐赠的是 库存物品固定资产等 非现金资产 财务会计先要把资产的账面价值 转入资产处置费用 就跟我们前面资产处置 随一个道理 而预算会计没有支付相关费用的 跟钱没关系的 不做财务处理 在这说一下 如果你分配受赠的货币资金前 单位作为主管部门或上级部门 向付主单位分配受赠的货币资金 按照对付主单位补助或支出科目进行核算 单位按规定将付主单位以外的其他单位分配受赠的货币资金 应该按照其他费用其他支出的科目核算 没什么特别的 如果分配受赠的是非现金资产是物 单位向政府会计主体分配的非现金资产 按无偿调拨净资产科目来核算 向非政府会计主体分配的非现金资产 按资产处置费用 相当于我处置再把东西给你一样 括号三 债务预算收入和债务还本支出 其实就是一种借款 债务预算收入是事业单位 公检法用借钱不用 是指按照规定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介入的 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的 不以财政资金作为偿还来源的债务本金 财务会计叫什么 短期借款长期借款 而债务还本支出是指事业单位偿还自身承担的 纳入预算管理的从集中机构举借的 债务本金的现金流出 这是现金流入 这是现金流出 将来设置的科目有预算会计债务预算收入 财务会计 短期借款 长期借款 预算会计有债务还本支出 财务会计有应付利息等等 基本的账务处理 借入款项的时候 不论借入短期借款 长期借款 财务会计借银行存款 预算会计借资金结存 货币资金 财务会计增加短期借款 长期借款 预算会计叫债务预算收入 那么如果按期计题长期借款的利息的时候 计题时会花钱吗 不会 在计题的时候只是财务会计要核算 借其他费用 这是费用化 再讲工程资本化 待应付利息 这是分次付息 或长期借款应付利息 是到期依次欢门付息的 实际支付的是财务会计借应付利息 预算会计 这直接借其他支出 因为财务会计在这已经记住了成本费用 而预算会计在计题时没做 这直接是其他支出 这边带银行存款 这边带资金结存 货币资金 只有跟钱有关系 预算会计才懂事 偿还借款时 财务会计带银行存款 预算会计借资金结存货币资金 财务会计充减短期借款 长期借款 预算会计 形成债务还分支出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讲了一些2022年新增的一些特殊规定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比如说单位从同级财政取得的政府债券资金 总的原则是不应该记住政府的预算收入 财务会计借银行总款或零约账户用款额度 预算会计借资金结存 财务会计财务会计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如果同级财政以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单位的原有负债 跟钱没关系 预算会计不做处理 而财务会计充减长期借款或应付利息 代方形成累计盈余就可以了 单位需要向同级财政上缴专项债券对应项目的专项收入 对于预算会计来说 那不我等于是过路财政吗 取得专项收入是借银行总款代应缴财政款 资产增加负债增加 实际上缴时负债减少资产减少 没了 第四个投资支出 它的含义是指 事业单位以货币资金对外投资发生的现金流出 预算会计叫投资支出 支出类科目 而财务会计叫短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债券投资 它可不叫贪中损这一类 将来对外投资的时候 代银行存款 预算会计会代资金阶存货币资金 财务会计借短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债券投资 预算会计就会借一个支出类科目 叫投资支出 这是2022年新增的内容 单位按规定出资成立非盈利的法人单位 比如说我成立的是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基金会 不应该按照投资业务进行处理 也就说你不应该用的投资支出 这科目 花钱了 代银行存款 这边代资金阶存货币资金 而财务会计借其他费用 这边借其他支出 不允许用投资支出 这是规矩 那么收到取得投资时实际支付的价款中 已包含的已到期尚未领取的利息和股利 这不是垫付的性质吗 财务会计借银行存款 预算会计是借资金阶存货币资金 财务会计充减短期投资呀 或者是你原来反映为应收股利 应收利息的给它充减 而预算会计充减投资支出 那么投资期间收到被投资单位 发放的现金股利和分期付息的利息 财务会计借银行存款 预算会计借资金阶存货币资金 财务会计充减应收股利 应收利息 预算会计 它采用的是收付实现制 在收到时才能做投资预算收益 能明白就行了 如果出售对外转让 或到期收回 那么按照实际收到的款项 财务会计借银行存款 预算会计借资金阶存货币资金 而我们财务会计充减短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债券投资 如果有没收回来的应收股利 应收利息给它消掉 而预算会计算会计 如果属于本年度的对外投资 充减投资支出 如果属于以前年度的对外投资 它已经把投资支出转到其他结余了 你这只能调其他结余 差额叫投资预算收益 而这扣除相关的费用之外 差额记住投资手语 永远是对应的 看完这个内容 我们看例30-8 2019年7月1日 某事业单位以银行存款 购入5年期国债10万 年利率3% 按年分期付息 到期还本 付息日为每年7月1日 最后一年偿还本金 并付最后一次利息 那么2019年7月1日 购入国债时财务会计 贷银行存款10万 预算会计贷资金结孙 货币资金10万 预算会计借投资支出10万 财务会计借长期债券投资10万 在每一年我计题利息的时候 财务会计借应收利息 10万乘以3%得3000 贷投资收益3000 因为跟钱没关系 在计题时 预算会计不用做 当每年收到利息 借银行存款3000 预算会计就会借资金结存 货币资金3000 财务会计是充减应收利息 而预算会计我还没有确认收益 就是投资预算收益3000 2014年7月1日 是不是已经过去了好几年了 等于我收回的是以前年度的投资 那么财务会计借银行存款 是10万加最后一年的利息3000 预算会计借资金结存货币资金 而财务会计充减长期债券投资10万 这绝不能充减投资支出 只有当年的投资才能是投资支出 如果站在以后年度 你以前年度的投资支出在当年就转了其他结余 这只能调整其他结余 这投资收益3000 这投资预算收益3000 这是我们所谓的第三个标题 标题四 预算截转把它理解为不自由 结余理解为自由 以及分配业务 我们作为行政事业单位 要严格区分财政拨款 接转接余 非财政拨款 接转接余 您听好了 财政拨款 接转接余 是财政组我母亲拨给您的钱 不参与事业单位的接余分配 你要专门设置财政拨款 接转 财政拨款 接余科目核算 而非财政拨款接转接余 要设置非财政拨款接转 非财政拨款接余 还有专用接余 经营接余 最后多一个非财政拨款接余分配 记住财政拨款接转接余 不参与接余分配 而非财政有一个非财政拨款接余分配 这别错 我们先说财政拨款接转接余的核算 财政拨款接转 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项目还没完 祖国母亲在盯着你这个项目 祖国母亲在盯着你的钱 你是不自由的 那么我们要设置财政拨款接转科目 核算滚存的财政拨款接转资金 他有一些明昔科目 比如说年初余额调整呀 轨机调入呀 轨机调出呀 轨机上缴等等 那么反应财政拨款接转金额的变动情况 到年末之后 只有一个明昔科目 累计接转有余额 其他明昔科目都要给他反向接转 让他没有余额 这不就类似于利润分配 到最后只有未分配利润有余额 利润分配的其他明昔科目 都没有余额一样 那么年末接转时 把财政拨款收入增加财政拨款接转 财政拨款支出充减财政拨款接转 如果是按规定从其他单位调入的财政拨款 接转资金预算会计 那我要做的是借资金接存 什么财政应返还额度 零约账户用款额度 货币资金 财务会计要做的就是零约 财务用款额度 财政应返还额度 代方 我这预算会计增加的是财政拨款接转 而财务会计增加的是累计盈余 简单的了解一下 真的都记 你怎么可能都记下来 第二 按规定上缴和注销的财政拨款 接转资金 向其他单位调出财政拨款 接转资金 那么将来我既然拿出去了 财务会计带零约账户用款额度 财政应返还额度 预算会计是带资金接存 财政应返还额度 零约账户用盘额度 财务会计充减累计预计 预算会计充减财政拨款接转 该是哪个明细科目 是哪个明细科目 因发生会计差错等事项 调整以前年度财政拨款 接转资金的 有可能是增加 增加就是带财政拨款接转 这边带零约账户用法额度 什么银行充款等等 对应的以前年度盈与累计 这边是资金接存 该用什么用什么 匹配的 第四个 经财政部门批准 财政拨款接于资金改变用途 那就是接于资金 从自由之身 给你加了一个加锁 财政拨款接于减少 其接分 财政拨款接转 增加其带分 到年末了 我不管你财政拨款接转 有哪些明细科目 都给我反向接转 对应科目 转到财政拨款接转 累计接转 只有明细科目 累计接转 有 有 那么年末完成上述财政拨款 收入接转之后 根据各项目的执行情况 符合规定的 我从不自由的接转 变成自由的接鱼 那就财政拨款接转减少 不就是只有它有明细科目吗 转到财政拨款接鱼 它增加 所以很大一部分接鱼 是由接转 转到接鱼里边去的 能听懂就可以了 财政拨款接鱼 你就把它理解为是自由之身 预算会计要核算 财政拨款接鱼 也有很多明细科目 到期末也是只有累计接鱼 刚才不叫累计接转吗 现在累计接鱼有余额 其他明细科目都不能有余额 财政拨款接鱼的账务处理 很大一部分 是把原来不自由的接转 符合条件转为财政拨款接鱼 如果接鱼资金改变用途 从自由之身变成不自由 财政拨款接鱼减少 财政拨款接转增加 第三个 按照规定上缴财政拨款 接鱼资金和注销财政拨款 接鱼资金 是不是我们财政拨款 接鱼减少呀 这边充简累计应于 贷方你得网出拿钱 预算会计是财政 应返还额度 零约账户用款额度 财务会计这就是资金皆存 明细科目是货币资金 零约账户用款额度 财政应返还额度就可以了 如果发生差错了 该怎么调怎么调 该增加财政拨款 结余的给它增加 如果该减少做成载项 另外一方用资金皆存 财务会计也要相应的调整 零约账户用款额度 对应的是以前年度 盈余调整 能简单的制度一下就行了 到了年末 一定要符合规定 所有财政拨款 结余的所有民企科目 均反向接转 都转到对应科目 财政拨款 结余 累计结余里边 就可以了 我们看例30-9 2059年6月 财政部门 拨付某事业单位 基本支出补助400万 项目补助支出是100万 事业支出科目下 财政拨款支出 基本支出 财政拨款支出 项目支出 当期发生额是400 和多少 80 那月末 我们看一下 首先我会把财政拨款 预算收入400 100 增加即贷方 现在反向接转即借方 贷方增加财政拨款 接转400 100 我拨了400 100 一直用了480 所以将来 我就把支出反向 给他接转 贷市也支出480 这边充减财政拨款 接转480 你能告诉财政拨款 接转 我还剩多少 20 就这意思 例30-10 他说2059年年末 某事业单位 完成财政拨款 收支 接转以后 对财政拨款 各项目进行分析 按照有关规定 将某项目 结余资金4500 转入财政拨款 结余 从哪转来的 从接转 转入结余 接转少了 那就是借财政拨款 结转 4500 结余多了 带财政拨款 结余 4500 没了 那么 扩号二是 非财政拨款 结转的核算 他也是专项资金 否则没机会成为 结转 他是事业单位 除了财政拨款收入 经营收支以外的 各非同级财政拨款 专项资金的收入 跟相关支出 相抵之后 剩下来的 需要按规定用途 使用的 结转资金 预算会计用的是 非财政拨款 结转 你就把它理解为 不自由之身 非财政拨款 结转 年末的时候 把收入反向 结转到 非财政拨款 结转 把支出反向 充减 非财政拨款 结转 按照规定 从科研项目 预算收入中 提取项目管理费 间接费的 财务会计 借单位管理费用 预算会计 是充减 非财政拨款 结转 财务会计 增加预提费用 预算会计 是增加 非财政拨款 结余 你提取了 就变成 自由之身了 如果因会计 差错更正 需要调整的 可能增加 非财政拨款 结转 可能减少 另外一方 比如说 用到资金接存 而我们财务会计 可能就用到 银行存款 对应科目 是以前年度 应于调整 就可以了 如果按照规定 缴回非财政拨款 结转资金的 财务会计 带银行存款 预算会计 是贷资金接存 货币资金 财务会计 充简累计应于 预算会计 是充简 非财政拨款 结转 年末 我会把所有 非财政拨款 结转的 明细科目 返向 结转 对应科目 是非财政拨款 结转 累计 结转 只有累计 结转 明细科目 有余额 是不是跟财政拨款 结转的处理一模一样 对 其他的没有余额 将来如果我从不自由之身 转为自由之身 非财政拨款 结转 减少 形成非财政拨款 结余额 看完这个内容 我们看 第三十 港十一 2059年1月 某事业单位 启动一项科研项目 当年收到上级主管部门 拨付的非财政 专项资计500万 为该项目发生的事业支出 480 还富于多少 20 2059年12月 项目结项 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 该项目的 结余资计 20 留归 事业单位使用 首先 我收到这500 财务会计借银行存款 预算会计借资金接存 货币资金 财务会计做的是 带上级补助收入 预算会计做的是 上级补助预算收入 发生支出480 财务会计是 借业务活动费用 预算会计借事业支出 财务会计 带银行存款 预算会计 带资金接存 货币资金 最后 我要把收入500 反向增加非财政拨款 接转500 我把事业支出 反向充减非财政拨款 接转480 带500 借480 那不就带20吗 反向接转 那就是借非财政拨款 接转20 带非财政拨款 接余20 没了 只有有富裕 才能转到 结余里边去 这是我们所说的 非财政拨款 接转的核算 那么时机后边 也讲的是 非财政拨款 结余的核算 因为这一讲 讲的时间很长了 那这一讲 我就讲的这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